有案情有案情 主播 口君你有好多老公 我們也要 只有老公的世界 雖然不能像口君有7個老公 但6月30可以抽 iPhone 15 Pro Max PS5主機 MetaQuest 3虛擬實境VR 金瓦娜有不十足欸 我終於選到了欸 金瓦娜絲是在以前我們就有用老公玩一些花式 那這個版本有更多的花式 鐵頭獸、盜墓賊、綁龍 這些都是可以秀的牌 可惜沒有綁龍 這一把是Ban綁龍 可是我們可以用盜墓賊跟鐵頭 可以秀 老公就是他 金瓦娜絲的老公 小潮好好戰鬥吧 我刻意選一個… 3滴血的 結果他… 雞王…他是… 那個欸 黑龍、玉母 老公、無限老公的關鍵卡是那個…盜墓賊 你用盜墓賊可以100% 拿老公 盜墓賊、鐵頭 像是這場我們的重中之重 清蒸透透服跟油炸透透服 我昨天才去西門町欸 去那邊逛了一下街 帶小兔 那邊有一家那個阿中面線人超多的 然後還有很多觀光客 那個…外國人也超多的 我還看到三個… 很高、大長、很帥的外國人 其中一個拿著一張…一張紙 上面很多那種…女撲還什麼的 我看他有人是有點心動喔 我讀得出來 我是同行友人嗎?我不是 我是想問他 如果你們不要可以給我 什麼東西? 我們可不需要啊 不要鬧了 我怎麼就沒經過什麼女普店呢? 主播請自重 因為為了按能力啊 買賣一個耐心 然後晚點碰 還可以碰個4 待會就是直接升級賣水滴買買買的 連技能都不按了 水滴先賣 先喝小水滴 然後再升級 我真的一百年沒去過西門町了欸 不誇張 賣一個出一個 再賣一個 再出一個 再買一個 再出一個 這樣是火蛇就可以放大一百萬次 再開個五星 這只能是管家了 其他太爛了 塊錢加三個 還是挺優秀的 然後想說 在市民燈 找一個吃的 都是路邊攤 想要找一個有店面的 好難喔 然後最後逛了一圈 呃 一樓的店面 找到一家超商旁邊的那個三商巧服 所以在西門町吃了三商巧服 我就點了一個那個 番茄 牛肉麵 第一次吃 哇 上面一堆番茄 我都懷疑那個 真的番茄嗎? 怎麼比番茄醬還要酸那麼多? 這就是真正番茄的味道嗎? 平常我們在吃的都是那個 麥當勞的那個 薯條會附的番茄醬 啊!你怎麼又合了? 這一把完全不用升級欸 因為我們要的牌就只有幾張而已 你就在下面合 然後等那個就行了 都很爛其實 其實都很不重要 早期就拿來 隨便拿個發育吧 然後繼續刷 刷到那個東西出來就好了 喔 樹不用太碰了 激素裡面 因為…是激素同時配合這個 然後還可以找那個 頭 頭 很像 那沒有頭也不要拿古龍 因為古龍…最後也不會是你的牌 木乃伊頭 兩張啦 主播有沒有直播露過臉? 有漏過手 有…不是漏過手 有在那個… 分享過 口君奇恐龍的畫面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遊戲版本是那個… 有一個版本是恐龍的 那叫什麼版本啊? 盧石的第一個恐龍版本 我後來忘記那版本叫啥 你們應該知道 喔…對對對 安哥、洛、安哥、洛 不死豬不會開那個嗎? 喔…我直接刷了 三星盜賊、四星鐵頭 鳥也可以拿 接下來就看什麼時候牌到了 鐵頭我們一般是不吃大的 黑暗 鐵頭會不會有小蝦演悲劇? 你們還記得那部片片啊 我有經驗好不好? 各種… 最慘的事情我都經歷過了 不可能再認慘敵我 喔!盜墓賊來了 起飛~~ 嘿~~ 把老公給炸掉 然後… 然後老公給我回首 然後回首的老公… 就可以… 炸掉一個最大的怪 然後分給旁邊 所以盜墓賊越大越好 鐵頭不要太大 鳥也不要太大 那我們可以…先把水滴給炸了 嗯…自信 他不死豬只能留一隻齁 你們說的沒錯 要不然他有概率會歪 不用按能力了 這時候按能力都是雞肋了 刷就好了 找銅鬚男爵 這個是什麼機制喔?待會可以看 老公的效果是… 移出一個中間 移出一個怪 分給左右兩邊 那我就可以每次… 一直把他回收、一直回收 幸好這個是很大的 我就知道…盜墓賊越大越好 哇塞! 這個人是神仙了 怎麼辦? 你們說我還來得及追上他嗎? 四偶數! 四偶數! 接下來就炸這一隻 然後…幫這兩個放大 找銅鬚男爵 打野…對我來講非常的好 胖打重生…都會拿 先出個胖打 護甲 那還不如戰吼再拚一張 減肥 應該是這個位置吧? 炸掉他 然後回收之後木乃伊再放大 到時候再改吃這一隻 就是… 改吃這一隻 然後重生記得要拿 重生鐵頭杯 那個…老公可以賣掉一… 老公會三合一 這版本不用手術啊 這版本… 那很多的玩法很強的 都是不用守住的 哎呀 沒先手 也沒用 兩個老公都會被炸掉 所以… 最多兩張 那我又不要把胖打移過來一點 但是萬一都觸發胖打 不是很蠢? 所以鳥其實出一隻就夠了 但是也無所謂 反正這邊… 回收 吃胖打 那…吃胖打的話… 這代表有東西會不會放大 嗯…炸雞放大好嗎? 沒有 胖打放大 金卡先變兩倍 金卡… 會消失喔…我把… 會消失嗎? 其實我也不太懂 我是覺得沒差啦 那你們既然…有人覺得有差 我就拚你們了吧 哇塞!這版本…牛鬼蛇神喔! 牛鬼蛇神! 什麼東西? 差點要去世 狗再大好像也沒啥用 各位觀眾!我也不知道在幹嘛 反正就亂弄一通! 亂弄一通完事 哇 怎麼變5000的啊 這個數字 現在就是稍微分三一點 不要太集中就好了 狗好像又一隻不見了 天文數字 拿什麼牌都可以 反正你現在就是無限大啦 所以… 在體質面上面好像就沒有輸的可能性 等等我們可以出補老弓 然後再弄一隻老弓 反正… 目前來說就是 不要太集中給老弓 盡量量怪的體質分散就好了 嗚呼! 這個可以上… 上一個精華 讓大家研究啦 好不好?我們這邊就是… 只是提供大…提供給大家一個想法 那你們再去…延伸發揮 嗯… 我是不是懶得算廢了?就拿一拿 點個金 欸?這個東西變金卡是怎樣啊? 我們就測試一下吧 其實我沒有很確定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 看看他的效果 兩個分身 喔 這個要先按一下老弓 我先按一下老弓 點金… 我不要點金老弓 點金老弓… 會變普卡 不過好像也沒什麼區別啦 別開心就好 我也不知道這邊到底… 有什麼…不好 大家就看一下吧 非常神奇的畫面來了 當…現在我目前的怪物就是拿來吃 跟大家來說的話 就是這樣 牌就是拿來吃而已 一回合兩個老弓 然後通通都拿來吃 呃…只有老弓的世界 耶! 現在有三個老弓咧 一回合可以拿三個老弓咧 你們會不會羨慕? 欸 主播 口句你有好多老弓 我們也要 69 61 鳥先弄一發 主播 你有好多老弓喔! 看到我們好羨慕喔! 那這邊再炸一隻 然後分 可是如果沒有鳥 其實怪不會死 那我應該要… 先刷一下 先看看有沒有什麼花式 假設沒有鳥這麼多老弓 也是枉彈 那…看起來是… 我無鳥了 呃…除非擺個小鐵頭 呃…老弓搞得很大吧 然後分散打電 讓對手沒機會贏 反正也不用這麼多…不用… 如果你把老弓變大 就不觸發這個 這樣子是最安全的做法 那我們這一回合就… 安全做法 你這回合如果擺鐵頭獸啊 這樣子擺啊 鐵頭獸… 一觸發就可以… 炸掉老…這個東西 然後去雙倍 呃…會是一個很酷的畫面 想要看嗎? 你們想保持七老弓的組合 還是拿一個假蟲? 我覺得好像可以拿一個假蟲 把其中一個老弓丟掉 老弓我不要你了 然後拿這個假蟲 這樣的應該是… 有夠秀的那種了 各位觀眾!我吃!我再吃! 打贏這個組合只能靠賭樹了! 但是我有假蟲 我先把自己吃掉 欸 怎麼吃到蛇了? 但是蛇也會召喚兩個牆壁 只要不觸發盜墓誰就好了 六老弓大陣 獻給各位 哇塞!你降了一個鐵頭! 那我就把自己人全吃掉 我再吃! 喔!我沒怪啦! 我快沒怪啦! 體質有多大 天!我! 這十五隻! 鐵頭夾金老弓 兩萬六千 兩萬五千 加起來有五萬 點 威力啊!各位!然後這邊還有一萬 一萬!對這邊是六萬了 還在玩什麼死狗?什麼奇怪怪?不用! 這個東西可以正面打這個版本的任何 今天就跟各位線上好不好 我的最強老弓 這個是點一差一嗎? 口爵!還得是你啊! 怎麼好像這個東西會被砍! 不對喔! 這個東西好像會被處理喔! 工程師 又來了!怎麼又是這個人! 我們的老弓很大 很喜歡啊! 組成條件真的很簡單耶! 這個玩法是真的簡單 兩張牌而已 跟大家說明一下他的運作機制 就是利用鐵頭獸去觸發那個 盜墓賊 然後你場面上直擺老弓 老弓現在這個 在這個版本是不死族 所以在未來有可能 老弓的種族詞綴 會被拔掉 因為假設如果已經不死族 他就可以透過盜墓賊回首 那回首這件事太作弊 不過這也是那個工程師給我們的一些樂趣啦 就像你可能是小時候在玩霞道類的車手 你就會想要多弄那個裡面的NPC啊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啊 例如用車子把他圍起來 看他會不會… 關在裡面他會怎樣 就如此類的 你就會想要做一些測試 那我覺得英雄戰場有這個特性 每次的改版 剛開始啊 都是有 最多的發揮創意的空間